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红墙黄马的故宫,为什么偏偏要叫紫禁城? 公元1420年,明城祖朱地建造了紫禁城。 自此之后,24个皇帝在这里居住过,直到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对外开放,紫禁城才变成了故宫。 明清两代,紫禁城作为皇帝居住之地,象征了无上的权利与尊荣。 不过,故宫明明是红墙黄马,为什么要叫紫禁城呢? 紫色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里一直是高贵、典雅和神秘的象征,是很有逼格的颜色。 然而,在遥远的先秦时代,紫色则是一种不怎么高级的颜色。 中国古代的颜色体系分为正色和剑色。 正色有五种,分别带指东南西北中,也指金木水火土,分别是白色、青色、黑色、赤色和黄色。 剑色是由正色混合而成,一般只干红青色、红浅红色、表淡青色、紫、硫黄和黄色这五种颜色。 那个时代的紫色是一种什么颜色呢? 春秋势力有颜,火位于水,以赤入于黑。 故北方剑色子也,也有一说是青色和赤色混合成了紫色。 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紫色大致类似。 古时以正色为贵,剑色为剑,紫色一向被视为贤杂之色。 紫色一生的最低谷,是他在古籍记载中出生的时候。 我们的先贤孔夫子,在论语洋货,第一次提到紫色,恶子之朵诸也,恶正生枝,乱雅月也,恶立口之父邦家者。 这番言论的起因,大概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特别喜欢穿紫色的衣服。 齐桓公爱紫色,上行下校,整个齐国都以穿紫色为流行式上风。 那个时候的颜色等级制度已经有些溃败,孔劳先生最推崇周礼。 周代上誓,礼不可费,弃尺求子乃天地之不容,礼教之不恕,所以孔夫子特别讨厌紫色,认为他与礼法不合。 孔先生带起的恶子朝,持续了那么一阵儿。 东塔末年刘西所作市民记载,紫,紫也,非正色,五色之瑕疵,以惑人者也。 反正在那时候,紫色是个没地位还迷惑人的大瑕疵。 那这么低贱的紫色究竟是怎么发家的呢? 大概是因为这种颜色很难制作出来。 中国古代的紫色衣服基本上都来自一种叫做紫草的植物。 紫草根部的枝叶可以被用来染紫色的衣服,而雅士草中有记载,鸟。 紫草,郭仆家的注释是,一名子如,根可以染紫。 东亚大部分地区用这一种植物,把衣服染成紫色,但是染成后颜色已退,要稳固染色需要费很大功夫,所以要染一件紫色的衣服,价格不菲。 韩非子外楚说左上记载,其还供好夫子,异国晋夫子,当事实也,无素不得已子,也就是说,当时五件白色的衣服,都抵不上一件紫色衣服的造价。 其金贵程度可想而知,西方人紫色衣服的造价更高,西方人穿的紫色衣服,是用一种贝壳染成的。 贝子不是贝壳的名称,而是贝的栽下线,一种类于筋肉内脏中间部分的呼吸系统里的活性分泌物。 该物质不容于水,可是一旦将它染在布料上,就会在日光作用下,开始由黄变绿,再变蓝,最后成为色劳度极佳的紫色色素。 有关若干染色被提取一颗紫色染料的记录众说纷纭,少则三百个,多达一万个,虽然没法确认,总之很贵就是了。 因此在欧洲中世纪,紫色的衣服是王公贵族和僧侣的权利特殊,埃及艳后克罗巴特拉还用紫色染了他的船帆,死后也裹在紫色的丝绸之中。 很多国王都禁止平民百姓穿紫色的衣服,当然他们也买不起,紫色在西方是尊荣和权利的象征,类比中国,物以稀为贵,虽说是贱色,这么难得也就不难理解。 紫色,为什么会在后来地位提升了,唐代官服,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所以有白居一诗中说,紫袍心密尖,白手就书生,除了价格昂贵,紫色在中国的发家时,离不开道教的广泛传播,虽说汉武帝罢处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家本位,但孔老先生对紫色的恶感,似乎并没有意气传承下来。 因为包括汉武帝本人在内的帝王们,都深感到家常生不老的法术更对味口,我国古代帝王们,非常热衷于天文学,确切地说是星象学,心性的轨迹被视为人间兴衰的象征和预言。 古代的星象观,以北极为中心,于三十六度之远周内,区分为三个区域,位之三远,即天市,太卑,紫卑,太卑为上,远,紫卑为中远,天市为下远。 古代以中为贵,紫卑园共有十五颗星,为中天的中心,是天地居住的地方,又叫紫公或紫府,关于紫公一鸣的来历,春秋元令包有提到,紫之言此也,公之言中也,言天神运动,阴阳开地,皆在此中也。 虽说和颜色没什么大关系,但紫色和高贵发生关系,远不止这一例,有了紫公的说法后,道家便频频出现了有关紫色的代名词,例如紫线代表中国,紫房,道家称先人所居的地方,也称紫府,紫金丹古代方是所谓的福之可以长生的丹药,孙悟空在太上老军房间里施的小丸子,就是紫金丹,紫皇道教传说的天地,紫及清明。 戒指帝王的宫殿,紫云紫色云,古以为祥瑞之兆,传说道家创始人老子过寒古观之前,观令尹看到有紫器从东而来,知道将有圣人过观,果然老子骑着轻牛而来,在道家,紫有吉祥的意味,这个观念也被历代帝王接受,皆以紫为祥瑞之色,所以你们怎么敢说紫色是姬老子,说到这儿,皇宫教子进城的原因, 也就相当明了了,子宫是天地居住的地方,又在诸天中央,地位尊贵,古代帝王既以天子自居,在他们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自然要模仿天地的福底子宫,加上历代皇宫等级森严,从五门进到自进城内的金丸殿,必须经过金水桥,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宝和殿,前清门, 中间包含无数台阶和恩条大道,官员们每天上朝都是体力劳动,这种等级森雅的皇宫,是寻常百姓甚至一般官吏难以接近的禁区,因此取禁字作为皇城的名称,禁还平添了皇宫的威严,这就是子进城的由来了, 就是皇帝们给自己天子的尊贵之躯,找个符合身份的尊贵居所,子进城的建制也处处体现了寿命于天和君全神兽的特点,太为元南的三科兴天文学家们认为,是子宫的三道门,于是明成祖命令修建了端门,武门和太和门来对应,武门和太和门之间,流淌的金水和幼带之沿河,太和殿位于子进城的中央, 是皇上行使皇权,举行大典的地方,象征着无上的威严,皇帝和皇后居住的乾清宫和昆宁宫的乾,昆二字取天帝之意,后宫东西两侧的日经门与月华门象征日月征徽,东西六宫象征天上的十二星辰,他们巩围着象征天帝和弼的乾清宫和昆宁宫,这样看来,子进城的建筑是和星象高度统一的,不知道居住在里面的皇帝们, 住的是不是也很心累